嗨,大家好,我是杰杰 今天的话,我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不花钱治疗好我鼻炎的方法 有鼻炎的人都知道 要治愈鼻炎是基本不可能的 大部分的治疗方法只能起到缓解的作用 我的鼻炎是遗传的,从小就有 而且小时候非常严重 每天都要硫磺鼻涕 而且鼻子一碰就出血 鼻炎就一直困扰着我 再者,我小时候家里条件比较差 没有钱去看医生 所以就只能这样熬着 等到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工作了 我就去过好几家医院的耳鼻喉科 那医生大部分就跟我说 要治好鼻炎基本是不可能的 但是,就有这么一位医生 是一个男的 我现在还记得非常清楚 他长什么样 一位男医生戴着眼镜胖胖的 白白的,他跟我说 要治好鼻炎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锻炼身体,增强免疫力 只有免疫力提高了 才能让鼻炎发作的频率降低 发作的程度也同时可以降低 之后我每天就坚持锻炼身体一个小时 而且是强度比较高的 我就逼着自己要出汗的锻炼 坚持一个小时 大概坚持了三年之后 我的鼻炎基本上就好了 它也不会流鼻涕 也不会出血 但是,在感冒的时候 这个鼻炎就会发作 后来我发现了 如果我用盐水洗鼻子 坚持用盐水,温盐水洗鼻子 那这个鼻炎在感冒的时候 它也不太会发作 那如果你发现刚感冒 或者有这个鼻子有点不舒服了 那这一天呢,就多洗几次 我呢,是在淘宝上啊 买了那个洗鼻器 在中国的淘宝上非常多的洗鼻器 大家可以搜的 用起来呢,差不多的 我建议大家呢,可以买一个便宜点的 盐的话呢,一开始的时候啊 大家不知道要放多少盐的时候呢 可以买一些洗鼻盐 到时间长了 你知道放多少的量的时候呢 你就不用买洗鼻盐了 就家里烧菜的这个盐 你去买一包 放在卫生间里 每天倒一点进去 因为这个洗鼻子 这个盐的浓度啊 它是有讲究的 是生理盐水的浓度 希望这个预防鼻炎的小窍门呢 可以帮到大家 觉得我的视频有意思的朋友呢 请点关注加转发 拜拜